会不会有所改变呢 周凤香54周岁 离异美发店收入3000元每月 居住地长春市与儿子同住 你今天多大 我55了 长得年轻好看的 我关你叫姐不介意吧 不介意 我一看咱家走过来 一看这是个美发店 就是想自己在家开这么个小店 然后就买个一楼 这个房子是你自己的 这是儿子买的 跟儿子一块生活呀 儿子结婚没呢 没有 刚参加工作 那这那个啥生意啥的 我看这没啥人呢 今天 这第一是我刚挪到这个位置 刚搬了不久 对 就是刚一个月吧 周大姐跟红娘说 她已经做了30多年的美发生意了 但这些年却始终没有攒下钱 因为她一直带着儿子租房住 把儿子抚养长大 全都靠她一个人 说到这儿周大姐黯然神伤 如果自己的婚姻能如意些 她的日子也不会过得像今天一样了 前夫她就性格不好 说白了就是有点家暴那种 一来脾气了就没什么一欠 头发都好过就一个大死瘤子 眼睛也都给你打青了 就是这几年这个眼睛翻过好几次就那种充血了 就像当时打坏了那种 因为遭遇家暴 周大姐在1992年离了婚 一年后经人介绍她认识了第二任丈夫 谁知生活并没有因此而变得美好 她是一个性子比较柔的男性 可能就是因为有前一段婚姻那种痛苦 所以我就比较容易满足 接下来有了孩子之后了 就是越来越不融洽了 为啥是有了孩子之后 那生个儿子都挺好的 可是人家也不缺儿子 说心里话 孩子就像她说的 孩子是我愿要的 据周大姐回忆 自从小儿子出生后 两人的感情开始变得越来越淡 丈夫对家里的关照也越来越少 有事没事的就说有事 出去了忙 晚上也不回 回也是不知道哪个时间 从我认识她 到我们俩分开 二十来年 可以说她连 就我忘多了 说十万块钱都没挣上 因为考虑到儿子的成长环境 周大姐一直等到孩子上大学 才跟丈夫彻底分开了 但两段婚姻带给周大姐的伤痛 却一直在她的心里无法抹去 痛也有 疼也有 那种无助 那种无奈都有 我一直都想有一个彼此疼爱的人 哎呀 能得到一份疼爱和温暖 是周大姐对晚年最大的渴望 对于找爸的条件 她的要求很简单 最主要人得好 找一个有房子的 就是大小都无所谓 就是能遮风挡雨就好 周大姐就想找个人好 有固定住房的另一半 金大哥又会不会是 他期待的那个人呢 广告回来 相亲继续 大哥 我们来了 来来来 欢迎 还在呢 你好 快来 快来 给你们正式介绍一下 金祥金大哥 周凤香周大姐 这个是我妹的 大哥的表妹 一家孩子 你好 特意今天非常重视 然后知道你要来 是不是 过来看 林姐先瞧瞧家 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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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家两个卧室 平时就在第五十天 在第五十天 养不少绿植 这还有这呢 嗯 你的生活真是挺有情调的 人活着 那你就得有点喜好 有点乐趣 不然你说你回家 你尤其一个人 回家 是我一个人没一个 一吃一躺的 这要整整花 整整鱼儿的 感觉还行 别人看着倒是老实厚多点 看他这个这些爱好 这些情调 感觉这人还是比较细腻的人 挺满意 这细腻美的印 看人就特别大发了 然后就感觉应该是见过世面的 然后我哥直接就说 哎呀这个我可得好好表现 那我就看你表现了 这是我刚才吃东西 吃吧 姐有点那个兴趣糖吧 那你赶紧吃 不是 今天还行 吃糖 那有糖 我有 我包里有 包里有我都吃了 大哥你长得又来太近了 你把这头这样 不拔了 不拔了 吃吧 来 吃吧 我吃这个那个你来 从金大哥积极热情的态度 就能看出来 他很钟意周大姐 这也让这次相亲 开了一个好头 接下来周大姐 先跟金大哥 聊起了她的现状 我那个是做美发的 就是孩子买一个一楼 也是小两居的 在一个卧室 做工作室的 我常是第二家我开的 什么 发廊 你啊 那对 你怎么没联系书 我八六年的时候 三年复原还是八六年开的 我剃头 躺头 啥都会 女士的头 会啊 新大地的 那把发廊你知道吗 知道 那是我小的小工 给我洗头的 开新大地学校那个 对啊 还挺圆的 俩人都不在这边 这可以啊 只要这样走在一块 大哥还能给你帮个忙 对那这是好事 你要是 如果真有缘分走在一起 这最要是能帮上 这事那还真是不错 没想到这金大哥也干过没发 这回两个人是越捞越近了 而金大哥呢 更是主动打开了话匣子 说起了自己的情况 现在我在洪湖广告公司做这个等车的站牌之后 每个哪站不都有吗 站牌 后边的大牌子 我们的广告整那个 然后你 现在原来没退休吗 没有 还有两年 那你这个社保也是自己交的 对我买断了 在哪上班买断了 热力公司 退休的这三个间吧 退了 就是工龄 大概工龄厂 那是开发廊以后啊 对啊 你好 到家里喝点水 对 我们煮点劲了 谢谢 你也要来客人 来客人 不是 这顺的啊 这顺的啊 少喝点 喝点喝点热乎 不是 都慢慢冷 你看看啊 这要说遇到了可心的人啊 那可真是啥啥都顺的 连猫都跑过来 踩中了烧水壶的开关键 金大哥觉得 这就是天意 心里真是充满了喜悦和希望啊 但是张大姐这边呢 就想着赶紧把自己最大的问题 告诉金大哥 看看他会不会建议 反正我是 我是真的一分导告 不用 我说你啥也不用 你放心就行了 有没有都无所谓 就我 吃了你一杯 没枪着吧 就只要你这带 就不知道你 对对对 钱都给你 连我挣的钱 我所有的东西随便花 你自己来买 你想花买衣服随便 我不在乎钱啊 我告诉你我有过钱 有过 好钱吗我有过 过去的事 我现在趁一分钱没有了 认识他了 这就是缘分 我想跟你好好过 真心的 我对你使得好 说得我心好暖啊 暖 有暖的感觉 加分了 就这话谁听着 那心里都会暖 说心里话 咱们说过去的生活怎么样了 过去就过去了 人活要活个未来 我的希望呢 就是说将来找这个另一半 就是一定彼此要去关怀 真的 就是说你对这个家 你对你找的这个女人 你认可了 你能把你的全身心 交给这个家 就说白了就是 你要有担当 要有责任心 就是毛 一根毛 一根毛也不行 大哥哥 你今天 大哥不一样了 我这看你这些细节 给大姐摘着毛 又拿水果 又拿这个水到水 摘身世 就是这样人的 其实 喜欢他人呗 金大哥说的话 和各方面的表现 让周大姐很暖心 很明显 金大哥在他心里加了分 不过周大姐还有一个疑问 想要问问金大哥 你讨厌你的另一半 做些什么呢 不讨厌 她就愿意说 比如说你的女人 你讨厌她去做些什么 就是你不讨厌 她想干啥 她开心 想做啥 没有讨厌的 没有 只要是你没有讨厌的 对 你想去 假如你去打麻将去吧 打麻将啊 就说她意思 我知道 对不对 据我了解大姐的爱好 就是唱成歌 我就愿意听 就以后 这样唱不来 那你咋不会唱呢 唱不来 唱个合唱 憋子憋子 你唱个 唱个合唱 能不能唱一个 整不了 整不了 那整不了这样 姐把你再 我可以歌声 拿最拿手的一个 先唱一个 大哥这么欣赏你 先欣赏一下你的歌声 知道吧 来 好 你先上去 好 好 谢谢 望着月亮的时候 常常想起你 望着你的时候 就想起月亮 世界上最美 最美的是月亮 比月亮更美 更美的是你 人美歌甜 金大哥的心里 乐开了花 周大姐这边 也没有了任何疑问 他们都很高兴 能邂逅彼此 希望你们俩 沟通相处的结果 就像你俩的名字一样 有凤有祥 龙凤成祥 是一个非常好的意义 祝你们幸福 好 谢谢 我说结婚肯定告你 那行 必须的 我们俩必须来喝酒 好嘞 看看金大哥这两次相亲 那真是判若两人 第一次相亲 他几乎是一言不发 可见到周大姐之后 大哥是扒完橘子 扒香蕉 又烧水又倒茶的 连大姐身上 粘了一根猫毛 他都细心的给摘下去了 说话唠嗑 又是体贴又热情 大哥说 没遇到周大姐之前 他都没发现 自己原来这么能说会道 要不怎么说 这就是缘分的奇妙之处啊 遇到了对的人 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 都会不由自主的 兴奋和积极起来 那在这儿呢 我们也希望他们的晚年 能在彼此的陪伴和关怀下 让这份幸福持续下去 那好 原来不晚 咱们明天 头一时间 再见